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大尉 現在是1月份了 假如各位有按照我之前的講法 我們去把無花果 在9月休枝的話 那正常來講 應該是休枝後枝條會生長一點點 然後可能部分的品種它會結果 那結了果實假如很小沒有膨大的花 是可以留的 那假如有開始膨大 那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那我現在就跟各位講 現在要怎麼處理 首先我們看一下金奧芬 金奧芬 在9月休剪之後是沒有長過的 因為被我翻新盆 所以長得有點滴滴浪然 那無花果的葉子其實在秋冬天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那基本上它是落葉果樹 葉子都會掉 比較正常的會是這樣子 我們都叫它山 雨葉子掉光光 正常的無花果樹應該是呈現這種狀況 當然還是有少部分例外的啊 你看這一個自家庭蠻 它結了不少果 可是結了這麼多果 在秋冬天的下場就是 落果 各位可以看到 滿地的落果 沒辦法 沒辦法 無花果在秋冬天 本來就很會落果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做的事呢 就是 把果樹塞掉 然後要注意啊 塞掉的時候會有白色的乳汁 你假如沒有戴手套的話 沾到白色的乳汁立刻要洗掉 請注意是立刻喔 立刻不洗掉的話 因為 無花果的汁液碰到太陽會造成光過敏 你的手 可能就會 灼傷 過敏的很嚴重 甚至要去看皮膚科 要看個人體質啊 有些果實輕輕碰一下 自己就掉下來 所以在冬天 12月份或1月份 你看到這些果太大顆 其實就是要把它摘掉 你看這顆 碰一下 這顆我碰一下它就掉了 你看 地上也是掉了一堆果 這邊也是掉了果 都沒熟 那你假如想要硬吃冬果 其實也是可以的啦 那像這顆的話 你看就知道它沒有用的果實 就把它破掉 這就是所謂秋冬天的落果 那這個區域呢 只剩下的金色彩虹沒有落果 那金色彩虹也是晚熟的品種 那我暫時先把它留下來 其實就算春天 我覺得金色彩虹還是會掉果 金色彩虹其實蠻會掉果的 那到底可不可以順利收成 其實見仁見知啦 可能我的種植功力不夠 蠻會掉果的 這邊還有一顆 這個是改良西萊斯特 你看 也是沒有用 輕輕輕夾一下就斷掉 好 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各位假如覺得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麻煩支持大衛幫我訂閱 點讚加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